情商高的人都是怎么聊妹的 关于情商高的人怎么聊妹 我想很多屌丝都会有所期待 对啊,他们都是怎么跟妹子撩的呢 为什么我是单身狗,她不是呢 其实很多时候,文北来不用当单身狗的 就是在跟妹子相处的时候 总有这么一部分人,她过于表现自己 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吸引妹子注意 而当这种表现太过分的时候 就会引起妹子反感 可是前面几次可能没什么大不了 狗以为你不会对她造成伤害 可是当你捡起地上的石头 砸到狗的脑袋的时候 她就会真的逃跑,不再反过来追你 这个段子说的恰恰就是那些撩妹的男生 开始的时候都是互相追逐 可是有些男人在追逐中过分的表现自己 就把自己变成了单身狗 从而与女生失去较逼 因为她不懂得如何表达心理对女孩的这种好感 所以只能通过一些行为来引起女生的注意 比如经常欺负女生 欺负完身后 女生还给你一个微笑来缓解尴尬 因为女生并不在意你欺负她 或者觉得她已经注意你了 那么你有这种想法是很蠢的 网上那些什么高冷男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爱他就要舍得为他花钱什么的 我想说有用吗 麻烦你在模仿的时候稍微动点脑子想一想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种套路好吧 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你的这些小聪明能获得女人放心 行行吧 要是按照那样做还聊什么妹啊 直接像远过的山顶动人一样 看上谁你帮着打晕带回去 他就是你的人了 所以男人在聊妹的时候千万别用这种低能的套路了 他会让女生远离你甚至觉得你是个大傻差 第一男生长相要干净说话要表达清晰这是五分 跟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定音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定音响不是很好 那么接下来别说撩妹发展成朋友都不可能 所以男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胭脂和说话的方式是否清晰流利 别是个男的一脸痘说话大舌头还有一米牙 说起话来有点味儿 你要是个女生你会处下去吗 穿着整洁不邋遢让人看起来很精神才是十分 如果第一个你过关了 那么第二个也是加分享 就是你穿衣搭配给女生约会的时候 这个仪表很重要 女生喜欢干净的男生也喜欢整洁的男生 至于怎么穿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和搭配 总之不要穿的和你本身形象落差太大就好 三说话有莫风趣 见识莫人说什么话 这是十五分 这个就比较考验情商了 而情商的高低都是自己后天学习培养的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 没有谁就是天生情商高 而男生幽默风趣也是情商高的表现之一 这种男生可以痛杀所有类型的女生 因为在恋爱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女孩会拒绝说话有趣的男生 他们很乐意和这种人做朋友 四 撩妹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想法 别把自己变被动 这是二十分 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不要总是去问她 今天我们去哪儿 晚上我们吃什么 或者直接说让她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你随便 无所谓付钱就好 是不是觉得付钱的时候很自豪呢 其实这种做法是最不理智的 要知道 你约妹子出来玩 当然是你主动出击了 可是你总是不断征求妹子意见 显然把自己变成了被动 而在女生心里 你其实并没有准备什么 五 有自己的事业和信仰 守识守信守效讲道理 这是三十分 一个男人情商高低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要自己的事业和平行 爱情也不只是说说而已 跟女生谈恋爱 女生总会图你点什么吧 别说女生什么都不图 那是不可能的 什么都不图你的女生 会跟你谈恋爱吗 而且你撩妹也是有目的的 不是吗 要知道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 是不撩不久的 那么看完后 你是多少分的男人呢 对了 忘了说第一二十分以下的男生 你还是别学人家撩妹了 谈恋爱这话也不适合你 我觉得这世上应该还有比谈恋爱 更有意思的事